而瑞税农会为了推广行销 农民栽种的大西瓜 规划了网路、马路、双管旗下的展售活动 其中在台北西望广场 规划了两场次的展售活动 低波的涉滩行销 就吸引了消费者的青睐 人气以及买气都相当的高 西瓜大热卖 农民也笑开怀 西来人往的台北西望广场 引人目光的除了是展售摊位 挂着花莲大西瓜红布条 鲜红色果肉扎实的大西瓜 散发出天然香甜味 让人也忍不住停下脚步选购品尝 为了推广行销农民栽种的大西瓜 瑞税香农会规划网路订购宅配的服务之外 也另外规划了两场次在台北 希望广场的实体展售活动 这周八号九号一连两天的周末假期 农会从秀古兰西河床杀利地 先采直送台北西望广场 摊位上展售的大西瓜 不论是整颗还是剖半 货素被消费者打包带走 人气买气超旺 瑞税香西瓜农在秀古兰西东岸海岸山脉山脚下栽种的大西瓜 鲜甜多汁 尤其口感雄刷 相当受到都会消费者的喜爱 农会社坛展售大热卖 农民也跟着笑开怀 第二场次的展售活动将会在下周的5月15、16号周末假日 想要尝鲜的消费者请务必把握 或者也可以到瑞税官网订购品尝 记者是玉兰瑞瑞税采访报道